研究生劉同學今年二十歲 就讀研究所 主修新興的大數據產業 但談到求發展 卻讓他慎重考慮襲襲大陸 簡單的個案口中講出台灣薪資 長年僵化的大問題 一篇投書媒體名為八年級生的告白 台灣企業都不要我是被逼去大陸的 就寫到自己沒見過經濟起飛 只知道自己出社會 吃不飽也餓不死 每日超時加班 月薪兩萬五 市場的大小就一定會有差異 可能中國會有很多企業 他們會想要開始研究 可能數據方面的東西 那台灣就還不一定 面對看不到的未來 被迫襲襲襟大陸 不要短短兩年就成為部門主管 月薪高達四萬吧 年輕人頭上有老一輩卡位 設下的無形天花板 加劇了島內世代對立 以及人才流失的窘境 兩岸的經濟消長 也直接反映在領導人的微信上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好感度 竟然以百分之五十一點一的比例 超過蔡英文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九 市委專制強權的領導人 好感度卻勝過民選總統 顯示出挺前派以及對陸發展的認可 人民正是了大陸崛起 但政府看到了嗎 民國八十年的時代 整個勞工分到了 勞工的報酬分到GDP 是佔百分之五十點二 現行降下來不到百分之四十四 表示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 資方越分越多 勞方越分越少 經濟疲弱 民粹內耗加劇的國安隱憂 蔡政府卻想一味鎖國 只想杜絕大陸伸手 卻無法防止人民用腳出走 畢竟良情責目而惜 政府落在持續末世 恐怕只會更加邊緣化自己 介紹開箱的張宇軒台播